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的 尊敬的王副校長 然後唐鳳正偉 然後各位長官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產學育成中心 暨創新創業中心羅季鴻主任 那很高興大家 歷臨的我們這個 創新創業系列的 這個講座的 這個主講的部分 今天是我們的設計 從設計思考到 社會實踐的一個講座 那首先我們先邀請我們的 王副校長來為我們致辭 歡迎王副校長 我們這個唐政務委員 還有我們今天教務長 我們學務長 我們書院長 我們的創新創業主任 還有我們很多位 有幾位老師 因為是主要位學生 所以老師是有限制 還有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我想今天是一個非常難得機會 因為我們社會也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在這個 我們的創新創業的系列的這個課程 特別是剛剛講的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所謂的Design Thinking 就是設計思考到社會實踐 那我想我們今天邀請的唐政務委員 其實非常重要 我想每個人都認識他 那我想很重要的是 當我們在談創業在談數位 其實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數位的政委 我們的網路創業家 更重要的是 我在看資料 其實我們的唐政委是非常強調 您是Connector 把這個其實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從網路 能夠把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 不同的能夠鏈接 那我想在東海大學 我們非常強調的就是永續 所以我們從社會永續 經濟永續 文化永續 到生態永續 那剛剛在跟這個政委的時候 有一個溝通的一個 就是永續的這個標誌 等一下我請他到時候要教我們一下 只是我怎麼都合不起來 但是我想真的是非常高興 那因為我想大家都很希望 趕快聽到我們政委的演講 所以我想我們用這個 我個人覺得真的是非常難得 因為政委花了很多時間 跟年輕人溝通 讓年輕人在未來的這個數位科技時代 真的不但能夠能夠創新 更能夠創業 因為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石 所以我想今天再一次謝謝唐政委委員 能夠來歷勵東海大學 跟我們的年輕學子有這樣的交流 再次代表東海大學 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們熱力掌聲歡迎唐政委委員 謝謝 謝謝王副小長 請王副小長副位 謝謝 好的 今天我們整個的演講 是採取全程開放QR Code 掃描問答的部分 所以麻煩各位同學們拿起你的手機 待會可以拍一下政委之外 可以掃一下這QR Code 然後我們馬上就是進行這個 今天的主要的講座 現在可以開始掃描 然後全程的就用開放式的問答的方式 直接在上面提問 那我把廢話不多說 把時間交給政委這邊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對談 大家剛剛可能已經發現說 掃這個QR Code 是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提的三個問題 目前真的最高票的一個叫做按我讚 是的 就如同這一位同學所說的 可能是老師 你也不知道是誰嗎 就是這位朋友所說的 這個要按讚了 按讚才能夠把一個問題推上去 那因為我們在通常這麼大的演講廳裡面 如果是靠舉手發言按鈕發言的話 那其實在場可能只有四五個人 真的能夠講得到話 那但是數位的意思就是很多位 就是數十位數百位等等 那所以呢這個Slido的設計 就是希望說不是取代掉大家按鈕發言 你還是可以舉手按鈕發言 但是呢在一個人就是正在拿麥克風 滔滔不絕的時候 通常不會有人想要打斷他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掃這個QR Code 然後你想要問什麼 想要討論什麼或分享什麼 那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分享出來 通常匿名也會問的就是比較直接 因為反正大家都要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誰問的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你也可以開始拉票 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別人的問題問得很好 那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按讚的數量越高的 那這個問題像現在按我讚 已經二十三個讚了 那就會浮到這個頂上 那浮到頂上之後 就會變成我這個討論的題目 那我們現在是五點二十五 那我們剛剛有稍微討論一下 也許我就是講到可能大概六點半左右 就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 那之後的話如果有人要拍照或者簽名 或怎麼樣子的話 那等於稍微留個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這樣子希望是一個OK的時間跟空間結構 如果大家都OK的話我們是不是就這樣開始 好 謝謝 好 那感謝這位按我讚 好 我們就開始 有九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以一個做企業的一個角度 永續跟利益是不是衝突的 確實就是當我們聽到永續發展這四個字的時候 這四個字其實就是sustainable跟development 確實是最近一陣子大概十幾年左右 才開始把這個在同一句話 同一個概念裡面去講 以前在我小的時候 講到永續大部分都是在講環境的永續 也比較沒有把經濟的永續 或者社會的永續放到裡面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最近就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現在都理解到 所謂的三重底線的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要在任何一個地方做到永續 我們都不能不同時動員這三個部門的力量 不然的話就是你上班的時間 就是做賺錢的事情 但是把一些不利的環境 比如說溫室氣體 外部化 下班了再去淨灘 或者放假的時候再去做志工服務 每個看起來都真的很有貢獻 但是每一個的外部性 因為中間沒有彼此互相討論 沒有互相給出招待 所以全部都彼此抵銷了 到最後就好像都沒有做一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又發現說 特別是我們在這個數位的時代 就是在我看起來就是中間第17項 就是靠數位的科技 去把大家感興趣的東西是什麼 以及如果它有一些好的外部性 不好的外部性 那都可以去揭露出來 那這個就牽涉到永續發展目標 裡面169項裡面的三個很具體的 就是17.17 怎麼樣子去做到 就是各部門中間有效的夥伴關係 那它依賴的就是17.18 就是有可靠性的資料 可靠的資料 那以及什麼呢 17.6開放式的創新 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最一開始 就是去年二月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記得嘛 就是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其實最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雖然大家都知道 四分之三的人要買得到口罩 戴得上口罩 我們才有可能把這個病毒壓制下去 但是沒有人知道要到哪裡買 而且民間有非常多 就是不時的傳言啊等等之類的 那說什麼暗槓啊什麼之類 反正都是在二月初的時候 讓人非常不舒服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呢在當時呢就是靠這個reliable data 就是可信的各方都看得到的這個數字 那一下子就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是在台南的兩位這個公民科技的創業家 那首先是吳展偉嘛 然後是江明宗 他們就完全沒有問過政府 也沒有問過誰 自己就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地圖 那當時呢其實健保署完全不知道 有這樣子的服務存在 我們都是看新聞才知道 說不管你在藥局或在超商 那即時排隊的時候 原來就可以手動的去回報 這邊賣完了 這邊沒有賣完等等 一下子就把剛剛講到的這種 大家感覺到這個不安定 不穩定的這種感覺 就沒有了 那但是呢當時當然 這樣子完全靠就是 我們叫社會部門志願的做法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不scale 就是我們如果在某個地方 有很多志願者 願意回報即時的狀態的話 它就會很準 但是如果某些地方 志願者比較少 大家沒有那個習慣 上去一直回報的話 那它就不准 會是過時的資訊 過時的資訊 就會造成這些藥局等等的 這些的麻煩 所以當時我的貢獻就是說 我就去跟健保署長說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不要靠大家來回報 而是我們直接把每個藥局 及時的存量 你刷健保卡的時候 立刻就每30秒 完全公開出來 那一旦有這樣子公開出來之後 這就變成一個開放式的創新 就是不是只有某家特定的廠商 或者某個特定的團體 才能夠去揭露這個資料 而是任何人 好比像說很多人不喜歡用地圖 他喜歡用對話機器人 那幾管家在那個LINE上面 HTC就發明了這個對話機器人 可以幫你導航到最近的藥局 而不需要你自己去看地圖 有些人可能視力不好 他看幾管家都有困難 那也有人做Siri Google Voice Assistant等等這些做法 讓就算是市場的朋友們 也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要到哪裡買 那所以在三天之內 就有超過100種不同的創新出現 所以回答他這個問題 就是說當我們在想永續的時候 我們在想的是 我們怎麼樣開放讓我們下一代的人 或者是比我們更了解 實際當地情況的人 能夠拿我們的創新去做二次的三次的創新 那這個是一個在聯合國體系 是一個很古老的概念 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適當的科技 所以什麼叫適當呢 就是他可以被appropriate 就是第一線的人 如果覺得這個科技他不好用 不適當使用 他可以把它混搭重新變成 像我剛剛講到的 比較適合長輩的 適合視障者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只有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達到我們的一致的那個目標 就是四分之三的人戴得上口罩 然後買得到口罩 那這個才有所謂的公共利益可言 所以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是 我剛剛講到這些社會創業家 那你的利益就是建築在 你的開發的成本創新的成本 是被剛剛講到所有這些 有志願想要貢獻的這些朋友 以及包含我們工部門 就是吸收你的創新成本 給正確的資料 及時的資料等等 把在R&D裡面 research這邊研發的成本 給吸收掉 那你越能夠扣合這個 永續的公共利益 大家就越容易 幫你吸收掉這個成本 甚至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發起一個群眾募資 發起一個群眾外包 大家都願意幫你做 但是如果你不扣合這個永續 或甚至是袖手旁觀 或甚至是造成不利的外部性 給發現了 那當然就沒有人願意幫你群目中包 去分擔你的研發成本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在 開放式創新的這個基礎上面 你越能夠扣合永續 那你這個主軸越明確 我們說軸轉嘛 實際做的那個方法 就可以轉越多次 Pivot越多次 但大家還是會願意支持你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的創業 大概是這個關係 當然我第一個問題 會回答久一點點 因為讓大家有時間投票 那我們就 現在果然票數就已經蠻多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問題 有十八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覺得東海大學提出 不要叫我大學生 叫我AI生 是不是忽視人文的表現 而且也是一種 對於理工類的學生 專業的鄙視 好像兩面都不討好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想這也要看AI 大家的理解是什麼意思了 那以我的想法 AI的意思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 或者像施政隆老師說的是 人本智慧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幫忙 人跟人之間更容易互動 那溝通的時候 看得更清楚 聽得更清楚 或像slido這邊想得更清楚 但是它並不是用來取代任何人的 取代任何人的那個是 大家可能有看什麼terminator 還是最早的那個什麼圖靈測驗 就是一個機器人 他要假裝成一個人 然後替代掉一個人 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所有的創新跟發明 它都是在一個connective 就是有聯繫的 and collective 群體的智慧的這個場域發生的 我剛剛提到的 口罩低圖的這個例子 它就是在一萬個社會創新者 它同時在一個叫G0V 臨時政府的這樣一個聊天室裡面 你一言我一語的一起加起來 去創造出這樣子一個做法 它並不是因為某一個人特別厲害 那雖然當然後來媒體很造神 都說是唐豐做的 但是完全不是我的主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並不是哪一個人特別厲害 然後我們要用AI去把它clone起來 這個是一個完全就是 事實上不實際的一個做法 只有在電影裡面 才會發生的做法 那在實際的社會上 所有有智慧的地方 都是collective and connective intelligence 所以我會覺得說 所謂會AI 並不是說 我有能力去取代掉別人 而是我有能力去看到 這個我跟它的互動裡面 有哪些痛點 是受限於時間 受限於空間 受限於我們在做一些 重複性的事情等等 然後我們去想辦法 寫一些程式去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什麼叫assistive 我通常都用我自己身上 就有的那個輔助式的科技輔具 來做例子 就是這個眼鏡 那這個眼鏡它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它是aligned 就是它是跟我想要看 各位看得更清楚的這個 我個人的最佳利益是有alignment 有對齊啦 價值有對齊 那所以我這樣看的時候 看得很清楚 我不會看個一分鐘之後 忽然之間有一個蓋板廣告跳出來 然後20秒鐘倒數 我要按一下才能夠消掉 那個就是align在廣告商那邊 就不是align在我這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accountable 就是如果它有bias 就是說我帶一帶發現歪掉了 或者是壞掉了怎麼樣 那其實我可以自己修嘛 那這個線上有很多 自己修眼鏡的教程 或者我如果沒有力氣自己修的話 我就帶去巷口的眼鏡店 那我不需要什麼呢 我不需要花十年的時間去逆向工程 它後面到底是怎麼樣做的 我也不需要付個幾千萬的授權費 才能夠去改這個眼鏡 不然要被告啊等等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當它是aligned and accountable的時候 那它就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出發 那就不存在說眼鏡取代掉一個人 這句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或者slido取代掉一個人 這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它沒有取代任何人 它是把人跟人更容易的連接在一起 然後產生出集體的這種智慧 所以我的具體的建議 就是大家想AI的時候 比較多往assistive的這個方向想 那這樣子的話 人文就是去理解到這個社會情境 這個脈絡裡面 哪些部分是大家覺得可以更好的 那理工就是具體的去找出一些解決方案來 把大家已經知道是social norm 就是這個社會上大家都覺得應該這樣子做的事情 然後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在中間並不是人文去取代掉理工的一個人 或者理工寫個幾千來取代掉一個人文的人 當然都不是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希望可以多多少少 就是化解一點說好像誰要被取代的這個問題 那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怎麼樣發現自己是不是適合這個科系 是不是真的是以成績來鑑定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的具體的建議都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SDGs的那17個目標 其實這邊好像有一個PBL教室 那我在講PBL的時候 我想到的都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說你看這17個icon 或是這169個小icon裡面 有哪一個跟你的就是每天醒來的時候 真的很有興趣繼續去解決這個 不管2030年還是2030年以後 要做到某個程度的事情 你會覺得每天醒來想這件事情很開心 那當然不是說你一個人要解決 這個2030年的這個大問題 因為這17個問題 每一個都有上千萬人 正在一起想這件事情 所以是一個學習型的社群 但是如果你沒有扣合這些purpose的話 那就會覺得很困難 因為那不是來自於一個自發的 就是從內往外的說 我今天認同這個purpose 而且我願意就是每天貢獻一點時間 讓這個purpose變得更好 而變成它是由外而內的 就是說那我今天考了幾分 或者排名是第幾名 或者是外面的人給了我多少什麼 好棒棒的標籤貼紙什麼之類的 那個外面的東西 因為它是虛的 所以就很難持續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我想是說 最好就是盡快找到這個purpose 那有了purpose才會有project 有了project才會有problem 但是你在解決這些problem的時候 那些problem based learning 都會扣合回就是每天醒來的時候 覺得那我來處理這個題目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有貢獻 很有熱情很有動力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確實 都是以內在的動機來鑑定 那如果覺得說這個一醒來 就沒有什麼內在的動機 那我覺得重點不是歡科系 而是要先睡夠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能夠就是睡飽的話 在我的話就是每天至少要八小時 但是所謂的睡飽 在我的意思就是 不是被鬧鐘鬧醒 才叫做睡飽 那通常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才真的可以有 比較發自內心的說 那我今天想要繼續 往哪個purpose去走 那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是比較機械性的 再重複一些 昨天的前天的一些習慣 或者一些別人給你的價值判斷等等 所以我覺得自己要找到purpose 確實是要有一種留白 或者是給自己充足的休息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你自己裡面的那個 鑑定的判準 慢慢就會浮現 希望又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對我們年底又來了 要這個決定明年的發語詞 看起來明年的發語詞 就是元宇宙了 那今天關於元宇宙的討論 非常的活躍 那請問對於這個技術的看法是什麼 人文產業是不是有機會參與其中 確實像今年的發語詞是數位轉型 去年可能是區塊鏈還是什麼 在前一年是人工智慧什麼之類的 反正每年都有發語詞 但是我覺得元宇宙這個詞 它確實是因為我們在疫情 像我們今年暑假前 也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是被數位轉型 慘遭數位轉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會發現說 我們面對面的時候 變得限制很多很困難 那而且還要戴口罩 也看不太清楚彼此的臉 反而在線上看得還比較清楚 所以平常以前我們講虛實整合 感覺上都是虛是比較虛的 實是比較實的 但是元宇宙就是要翻轉這樣子的概念 所謂virtual is more real than real 或者所謂reality is just another window 就是說到最後虛的那個反而比實的更實 見面三分勤戴了口罩剩兩分勤 但是在VR裡面四分勤的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所以因為在全世界 大家都經歷了這種封城 isolation等等 這種不舒服的經驗 那所以確實很容易 把這種想像投射到 所謂的metaverse 所謂的元宇宙裡面 那這個技術並不是新的技術 我自己在2016年 剛當政務委員的時候 其實當時就用開放原始碼的一套 叫high fidelity的系統 做了非常多 這種共享實境的這些實驗 好比像當時我剛在巴黎 還沒有真的上任的時候 我就請公事嘛 他們找了很多中學生 還有一位小學生 那他們就在high fidelity裡面 把自己建模 建模之後呢 就到他們比較熟悉的環境裡面 跟我來了一場訪問 但是我從巴黎加入他們的空間的時候 因為是他們自己定義自己布置的 那他們就要求我把我的那個avatar 把我的化身降到跟他們的身高一樣 就是大概我實際身高的一半左右 高一點的那種身高 所以他們就不用仰望我 事實上就是我進入他們的視角 然後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環境 那這個就是共享實境的意思 就是他們的就是設身處地的那種狀態 他們不需要我發揮我的想像力 而是我真的就把自己變成一個 好像中學生一樣的情況 跟他們在他們比較熟悉的情境裡面互動 那之後我也在high fidelity裡面 跟一些藝術大學等等的 這個各地的朋友試著說 可能去找一些長輩 然後幫他們建模 然後在就是建模完之後 在虛擬實境裡面 稍微怎麼講逆臨嗎 就是把那個模型弄成 比較他們年輕的樣子 然後在他們年輕的接闊裡面 但是不是只是讓他們體驗 好像時空回廊等等 而是說他們好像導遊一樣 所以就可以把新一代的 沒有經歷過他們當時的 時空環境的年輕人 找到他們共享 但是是記憶中的那個實境裡面 然後去做比較深度的歷史的導覽 對話等等的這些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它不是 Isolating Virtual Reality 不是Solo Reality 不是每個人困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然後覺得其他看到的人都是NPC 而是說就是某個人 對他很重要的一段經歷 一個空間一個時間等等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 共享實境的技術 讓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分享給 其實是不同時區不同地點 不同年齡層等等的這些朋友 那我覺得就是對促進人員之間的共感 是非常有幫助 那剛剛講的所有這些都是人文領域的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是技術的領域的事情 技術問題解決了 那就是藝術要接手了 對不對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希望說之後 大家都還是可以像自己架個 類似Minecraft的那種伺服器一樣 或者像我剛剛講自己架個 High Fidelity伺服器一樣 就是關於誰的互動安排 就是由誰來決定 那不要變成說好像 像現在你有Facebook帳號跟沒有 好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對不對 這個二元宇宙 那而是說真的可以變成說 它是開放性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架個佔 這種多元宇宙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有14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我應該先選興趣導向 為未來的出路 還是比較容易賺錢的導向 為未來出路 我想小孩子才做選擇 大人是兩個都要的 所以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就是如果是做很多藝術創作的朋友 應該了解到說有所謂的day job 就是說你一方面有一個容易賺錢的 這個要做的事情 但是二方面你又在課餘的時間 工餘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 甚至斜槓兼職之類的 那現在這個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是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工作機會 也不一定是在台灣的公司 或團體的工作機會 反正現在都可以遠端工作 那在實體的時候 你在兩個兼職中間趕場 還要付出時間成本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 reality is just another window 所以你要在兩個telework中間去斜槓 那只是稍微按一下這個out tab的事情 大概半秒鐘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我們一般的這些創作者 他跟雇主的寫商的籌碼增加了 因為在以前 如果他的聚落裡面就這麼幾家的話 那他轉來轉去也就這幾家 但是現在只要在臨近的時區裡面 或者你像我以前一樣 願意日夜顛倒的話 那全世界任何一個時區裡面 那只要有人願意跟你組隊打怪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去加入 那這個時候你反過來要求說 你在跟你同一個時區 或同一個地點的雇主 去照顧到你一定程度上斜槓的需求 你的談判能力就因此增加 因為就是你的bet now 就是談不攏那拉倒 那我就全線上樓的這個籌碼 現在比起兩年前 甚至都是多蠻多的 所以我會盡可能地去建議說 多去了解到這一些 可以遠距的跨市區的工作的 這種可能性 一方面真的比較容易賺錢 或者是讓你跟這個 在地的雇主協商 有比較好的這種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這樣子就可以 讓你有更多的時間 來發展你自己的興趣 那其實我們 剛剛講到的這些東西 就是只要你是拿其中一個當工作 然後再拿其中另外一個當興趣 就是C17取2嘛 對不對 然後慢慢再發展多一點的興趣 取3取4等等 你很快就會發現說 你在職場裡面 獨一無而不可取代的 你的這個特色 就是你在這幾個裡面 把它組合起來的那種方法 所以不是說你在單一的科系裡面 把那個星座全部都背得滾瓜爛手 而是說你在這個夜空中 找到你自己那個方向 然後轉身就贏在起跑點上 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然後那個方向旁邊的星星 自己組成一個星座 是像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17只是大的分類 實際上有169個 所以C169取2取3 那個組合是非常多的 每個人都非常的unique 那一旦有這樣子 一種組合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把 你工作賺錢的那個社群 跟你創作興趣的那個社群 把它結合起來 而這個結合起來 之後就會變成 你不可取代的部分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38位朋友們想要知道唐鳳的一天 好啊 你要知道哪一天呢 對不對 我每個禮拜的不同的weekday 都有相當不同的schedule 那我們不如就來講今天吧 對不對 所謂簡日不如撞日 今天我是早上大概7點多起來的 那我通常每天大概7點到9點的時間 都是給北美跟南美的朋友 那因為再晚了他們就要去睡了嘛 那就好像我搬晚的時間 是留給非洲跟歐洲的朋友一樣 那所以每天都是這個 不是time travel time zone travel 就是隨著太陽的角度 然後就在石區中間去移動 那當然到了9點半 那我今天是進辦公室的一天 就是到行政院開行政院會 但是我其實平常只有禮拜一跟禮拜四 會進辦公室 其他時間都是telework 那在行政院會後 下午基本上都是 每周科技匯報辦公室的周會 不過這個禮拜剛好不開 那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時間 去跟日本一個叫做 Cyber Initiative Tokyo 也是透過Slido 類似這種方式提問啊 進行對談 那這個也是在疫情期間 大家發現說真的非常的方便 在以前就是如果我跟全世界 跟我類似位置的人要見面的話 那要克服兩個障礙嘛 一個是說他就是如果比較資深啦 通常不會喜歡用視訊 那所以我就要去配合他 去他在的地方 或他來我在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有這個飛行的成本啊 攤排放之類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等到我們真的到那個地方 那立刻就會出現說 這個要拿什麼護照進去啊 會不會有人抗議啊 會不會怎麼樣啊 之類的外交上的一些困難嘛 但是在疫情的這兩年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這些資深的朋友 他年輕的時候用過視訊 覺得很糟糕 所以覺得不會再用 但這兩年他被迫數為轉型 再用發現視訊真的很方便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視訊上面 大家隨便彼此扣起來 大家都是16比9的一對方塊 那沒有什麼會員國觀察員國 什麼席位的問題啊 所以少了很多外交上面的阻礙之外 事實上別人也不可能翻桌嘛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很容易就是 大家想到台灣 大家就是互相call一下 就像大家在網路上面 就是彼此揪幾個人 然後就開一場teams 或開一個什麼together mode之類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隨時 我只要有一點零碎的時間 那可以開始回答問題 可以開始跟其他人討論事情 我們就立刻就進入一個視訊的環境裡面 然後之後我是兩點半的時候 到我另外一個辦公室 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社創中心 那社創中心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是本來是空軍的總部空軍基地 那但是我們後來就把圍牆全部都拆掉了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隨時走進來 那所以在這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約我的時間 那跟我聊個40分鐘的話 叫做我的office hour 那在這邊呢 我們所有講的話都會留下紀錄 不管是竹字 那上載在essay上面 或者是透過側拍放在YouTube上面 那都會有不少人看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確實是有很多lobby 就是想要遊說的人 來我這邊找我會面 可是呢他一坐下來講的一定都是永續發展 一定都是公共利益 一定都是為了後代子孫好之類之類 所以絕對沒有那種就是黑箱只對他好 犧牲其他人的事情 因為這是完全透明的空間 他如果講了一些犧牲後代子孫的事情 後代子孫看到了 大概會找他算賬 所以等於是說透過這樣子一種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極致的透明 激進的透明的這種方式 去確保說大家關於永續的事情是彼此對焦 而且是只有關於永續的事情 會在這邊去分享的 所以我也是今天兩點半就在這邊 那在就是大家看到這邊 那Meta這家公司 這個剛改名的公司 在這邊去辦一個關於元宇宙等等的討論 那所以我就在台上也重複了 我剛剛講到關於二元宇宙多元宇宙等等的 這樣子一些論點了 那就跟Meta的朋友有一番討論 但是也是因為就是攝影機就在那邊看著 然後及時的就會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Meta這間公司 感覺上比之前它本來的就是F開頭的那一家公司 真的又非常的更加關心公眾利益 至少講出來的都是說 我們沒有要綁特定的硬體 沒有要綁特定的軟體 我們並沒有想要top down的去設定這些規則 我們只是做一些這個互動方式的探索 而且跟NGO都有配合之類之類 Anyway 那反正我們就看他們實際的表現吧 但是至少就是互動的空間會決定互動的方式 這個是一定的 那參加完之後我就上了高鐵 那在高鐵上面繼續去做 剛才跟日本討論的影片的hold制 然後也是即時的開共筆 然後準備我之後要去就是某一場峰會 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些要討論的題目之類 那因為高鐵上面也有5G網路嘛 所以其實我在高鐵上也是保持辦公的 那當然到了這邊就跟大家互動 所以我想其實就是通常我的工作就是這樣 就只要有網路連線有寬屏的地方 不管是在高鐵上還是在建築物裡 不管是在像這樣子的教室裡面還是在戶外 那反正只要是有網路連線有寬屏的連線 其實對我的就是同伴來講 我隨時都是在場的 隨時都可以找得到我 隨時都可以就是大家糾團 然後就開始進入一個視訊的環境裡面 那大家可能也有發現到 就是我剛剛演講到現在 我手機都沒有響 然後iPad也都沒有響 並不是因為我專門管成精英或振動 而是我整個工作天裡面 全部都是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我完全不會被打斷 所以剛剛講到的這些 其實都是半小時半小時的時間 在那裡面我前二十四五分鐘 絕對就是專心做那件事情 那我只有最後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是所謂番茄中工作法 休息的那個時間 那就只是稍微會刷一些 這個Instant Messenger 或者看一些Social Media等等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我每天醒來的時候 有熱情有興趣要做到的事情 我在睡前結束前 差不多一定都做得完 絕對不會說中間就被打斷 然後就跑去做什麼別的事情 結果回來之後就分心了 脈絡就不見了等等的狀況 所以這個也許也是 大家時間管理上面可以參考的 有二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近期假資訊泛濫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理 有時候甚至連媒體的資訊 都會有錯誤 以前一直覺得 只有極權國家的媒體 才會有錯誤 沒有極權國家 你不會知道媒體有錯誤 Anyway 那現在看到新聞 還要去Google 看看是不是真的 那其實就是去Google 看看是不是真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媒體素養 就是你把自己當作是資訊 不是只是consumption 不是只是消化這些資訊 而是一個remixer maker of information 就是你自己去找出 關於這些事情最新的討論之後 形成你自己的見解 那我自己當然很常用的是Cofax 它也是G0V 剛剛提到那個社群的 另外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如果懷疑自己 收到謠言的話 你就在這邊貼上 可疑的文字內容 而且它還會列出 目前R值特別高的 肺炎賺錢跟抗癌好的 這三件事情 然後你關於這些事情 及時的辟謠啊 澄清啊等等 就可以很容易的在這邊 就是一目了然的看到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特別好的地方 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貢獻 就是不管是回應還是回報 那只要就是你自己 剛剛查到了Google 關於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來這邊貼上去 而且貼上去之後呢 不是只是在這邊 這個網站的人看到 他會直接去遞送到 好比像說在Line上面 有家趨勢科技的 叫做防詐達人 這個一個掃毒 防詐騙的一個軟體 那但是呢 他也順便會掃這種不實訊息 所以你的這個回應 就會被防詐達人 PO在其他人的群組裡面 或者是有裝 Who's call 另外一個叫美玉儀嘛 的產品 那也會放在裡面 那在這邊 那在這邊就特別 岩上的這些謠言 那也會被像 事實查核中心 或者Michael Penn 或等等的 這些協力的 事實查核者 那看到之後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精力 集中在 就是需要查核這些事情 而且你所提出來的這些回應 會是他們就是初步去看 去查證等等的一些資料 等於是說 我們是把所謂的群眾智慧 跟這個媒體 獨立查證的這種專業 結合在一起 那這就比單一的媒體 自己的newsroom 它可能有即時新聞的壓力 要去查證 等於是說 我們做他們的後盾 確保說他們更能夠確保 他們講的事情 或者是報導的事情 就算是有偏頗有錯誤 也可以即時的去更正 那所以我想就是不要恨媒體 自己當媒體 這好像McLuhan講的 所以就是透過類似這樣子的方式 自己去參與新聞直播了 那很快 你就會有所謂心靈的抗體 就不會再受到 就是關於什麼肺炎啊 賺錢啊 這個致癌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的 就是一時的情緒所攫取 那跟你這個的 那種我們叫密切接觸者 對不對 就說跟你是Line好友等等這些人 那也會受到你的抗體的 間接的保護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些假訊息 就不會二字特別高 那反而是 你的這種查證的習慣 也可以變成 就是你的親朋好友的習慣 好的 那有三十位朋友問說 各位您好 想請問您 學校的AI政策 這好像今天的主題 那個令人感覺是 強加在學生身上的價值觀 對於AI要怎麼跟文科交流呢 以及學校本身的發展呢 那請問學生要怎麼樣跟學校抗爭 或者是跟學校溝通 想請問政委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有寫抗爭或溝通 這五個字已經掌握到這個精髓了 就是說 先施加一些壓力 那但是如果你態度好的話 我就跟你溝通 這個是正確的 那就是如果是說溝通或抗爭的話 就是說如果溝通一言不合 我就翻了臉 那這個是比較沒有誠意的做法 所以這個順序是正確的 Anyway我想要講的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透過像Slido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誰也不需要去承認是 就是掛鈴鐺的老鼠等等 的這種方式去串聯去集結 然後去凝聚出共同的價值作為訴求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作為就是top-down的規則的設定者 其實不可能去理解到第一線的狀況 我舉例像剛剛那個口罩地圖 我們一開始就是看到口罩地圖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覺得很高興 為什麼因為我們就真的去疊圖 發現說藥局的分佈 口罩的配送量跟人口的比例 完全幾乎是完全疊合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人 平均它離一片實際上它買得到的口罩 的那個距離是相等的 而且那個差異的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公平 那但是這個完全屬於我們自嗨 完全不是真的 那為什麼呢就是開放截圖 OpenStreet Map這個社群 很快就去分析了我們每30秒鐘更新的那件事情 然後就發現說根本不是這樣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台直升機 所以你在地圖上面跟某個地方距離是相等的 不表示你搭大眾運輸到那個地方的時間是相等的 一些偏遠的地方可能要等一個小時才能夠到得了 那一些比較有捷運的地方可能10分鐘就到了 所以結果就是說對於偏遠的地方的人 這個叫Data Bias 就是我們有一個歧視 而且不是我們故意的 但是造成了歧視 所以他感到要求的時候要求已經關門了 這就是結果 那但是呢有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絕對不是我們自己關在辦公室裡面想 而是第一時間這些鑰匙 我們這個有個feedback form 他在江明宗的那個回報單上面有回報 然後開放截圖社群呢 是找到了應該是高宏安委員嘛 那就直接去質詢這個陳時宏部長 那陳部長我們知道說 他這個聽到這樣子的批評指教 他態度都非常好 那他上一次被這樣質詢的時候 他是說委員教教我們嘛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是一個很客氣的方法說 你行你來嘛 那但是事實上他還真的行 因為後面是有開放截圖社群 那所以很快他就提出了很具體的 就是怎麼樣配送的方式 那我們24小時之後就改成了這個方式 那包含預訂啊 就是所謂口罩3.0之類 立刻就變成我們的 national policy 就變成全國性的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有這種具體的 大家都在同一個平面上的 剛剛講reliable data可信的資料 那你看了這個可信的資料 真的你行你來啊 因為開門造具本來就是 大家看到有更好的做法 就直接建議嘛 那當你能夠凝聚出具體的建議 而且說我覺得怎麼樣子就會更好 那重點就是那個價值 就是how might we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一起往某個方向的那個部分 如果是學設計思考的話 我們今天還是業配一下設計思考 就是在第一個diamond的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大家都有各種不同的見解的時候 那你多花一點點時間 去往那個how might we 收斂一下下 但是不需要說真正意義上你行你來 好像你要後面那個development 跟delivery都要自己做 當然不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你這個收斂的能力 能夠比效仿好一點點 那你的話語權跟正當性 就會變得非常的高 那這個時候相信 我們這個學校一定很有牙量 會說委員教教我們嘛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先凝聚共同價值 那這個是一切的創新的基礎 但是確實就是先抗爭再溝通 絕對是正確的 那有60位朋友們問說 想要請問您留長髮的原因 還有這個長髮的保養的方式 其實我就是去一家叫做好剪裁的一家社會企業 那他就是髮型設計師要把我剪成怎麼樣 就剪成怎麼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這個就好像一塊畫布一樣 然後是給設計師去進行創作 在我入閣之前也有過就是半邊被剃光 然後半邊還流程等等的就是各種這個亂七八糟的髮型都有 那上次去的時候他們是說這個要試試看這個髮圈染 所以我就試著髮圈染 那但是他們好像挑了一個很深的灰色 所以其實是看不太出來 但是這種情況 所以總之就是對我來講其實我就是一個素材 類似這個畫布一樣 那如果有這個設計師有導演覺得說想要看我咬珍珠奶茶 我就跑去咬珍珠奶茶 就是最近的那個YouTube Twitter上面也有貼 就是我一面咬珍珠奶茶一面解說 珍珠跟奶茶都可以抽換 所以是開放式的創新 這個跟數位跟民主的結合完全是同一回事 等等的這樣子一種 那這個腳本是我自己寫的 但是我做的所有動作都是別人的主意 那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對我來講就是看這個設計師 就是髮型設計師在這個例子上面 想要展現怎麼樣子的狀況 那我就是提供我的頭髮作為素材 大概這個就是原因了 那我如果是替非常非常短的頭的話 大概沒有什麼表現的空間 所以可能這個就是流長髮的原因吧 那保養方式就是睡夠 就是睡滿八個小時 你不管問我保養頭髮 就是保養身體保養皮膚等等 永遠都只有這個答案 那如果沒有睡滿八小時的話 那我就會中午就是 無論如何要湊足八小時 那這樣子大概就是 保養的效果都還蠻好的 也沒有用什麼保養品 我們又來一個實事題 那三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各位您好 東海大學規定學生必須要 早上七點十分開始掃地 這個是用掃把掃地 是在電腦 不是掃地機器人 我確定一下 那勞作教育是從1955年創造 實施到今天 是大一新生必修的零學分課程 那也列為畢業門檻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不能畢業 所以是類似否決權這樣子 甚至許多獎學金 都要有足夠多的掃地的成績 才能夠申請 那當然剛剛講到先抗爭再溝通 那這位朋友是說 他有抗議 已經抗議好幾年了 也引起了媒體的報導 但是學校竟然毫無作為 那政委可不可以幫忙呼籲 東海大學重視學生的意見 但是就像剛剛講到的 重點不是只是 Demonstrate against 就是說抗議說不要怎樣 我剛剛講的都是Demonstrate for 就是好像一個Demo 就是像剛剛開放戒圖社群 透過高宏安委員 他們真的提出了一個還蠻好的 就是口罩分配的方法 他主張說這個政方的所有的價值 我反方的這個方案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還更少風險 那因為最近大家都在看公投 對不對 就是說大概都是要透過這樣子的策略 那才能夠把不但是媒體 或者輿論或者是行政人員 都引導到這個方面 因為如果你不是反方說 其實我跟政方有相同的價值 那在價值對齊這邊就已經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那就只能回去抗爭的那個手段裡面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說 沒有 你認同的價值我也認同 但是我覺得我們一起做個掃地機器人 這個更有這個從做中學 什麼AI什麼東西 什麼之類之類 那說不定這也是一個做法 我亂講的不要管我 但我的意思是說 還是一開始要那個價值對齊 然後是說大家所重視的就是關於1955年的那個精神 勞作的那個精神 那這個精神是不是在今天有一些具體的可以別的方式體現的方法 那如果是都是透過這種具體的方案 Demonstrating for 那我覺得通常就是從抗爭到溝通這邊 就會比較容易做一個過渡 那不然的話 Demonstrating against的話 那其實光是在價值對齊就主張這邊 我們再次呼應一下Design thinking 在Discovery那邊 就看到這個菱形 一端是這樣長 另外一端已經超過180度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了 那就完全沒有收斂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說它是要以收斂為目的的發散 那這樣子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個溝通或抗爭策略 希望我回到這三十五位朋友的問題 好的 那有二十五位朋友們呢 又是一個時事題說 請問文學院跟社科院要怎麼樣子跟AI做結合 因為學校強迫學生都必須要修AI的課 那當然學生不會想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既然學了當然要學以致用 但是我也不是相關科系 所以到底要怎麼做呢 所以其實就像剛剛講的assistive intelligence 它的目的是你先找到痛點 那在我們所謂的service need discovery 就是到底你需要怎麼樣子的服務的需求的發現 那這個是服務就是設計或者是體驗再設計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好像說我如果沒有近視 那我沒事在那邊做眼鏡 我也會覺得說我為什麼要把時間花在做眼鏡上面 你當然可以告訴說等你老了有一天老花的時候可以用得到 可是在我看前那個horizon還這麼遠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去做 那但是我如果發現說沒有我的親朋好友 事實上有視障的困擾等等之類 那甚至已經到需要電子眼等等的程度 那我會花很多時間來做的事情 因為對我重要的人 他現在正在有這樣子的痛點 所以我剛剛講痛點並不是說一定是自己的痛點 也可以是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認同的人事物環境社群等等的痛點 但是這個痛點無論如何還是要先有啊 那如果是就是有關注就是我們AI ethics 就是AI倫理的發展的話 那在最近幾年其實已經有一個派別 就是像Draxler等等提出的 他叫CIS Comprehensive AI Services 那意思就是說不要把AI當作單一的工具 而是說去當作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是你隨時這個社會有需要的時候 他變出一套低成本的服務來滿足那個需要的一套做法 那AI as service AI is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的這種態度 那就是來自於我們要自己先知道 我們這些人在這個校園裡面 目前碰到怎麼樣子的痛點 那這個部分就是社科院 跟如果是跟人際溝通有關的話 問學院非常有能力來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當時我2010年開始跟蘋果的Siri Team一起工作 一直到2016年我入閣 那六年的時間 其實跟我互動最多的都是一些語言學家 或甚至寫劇本的或者是詩人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當時我們在研究就是說 你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裡面充分的運用 用Siri的那個人的注意力 但是又不要被他的那個語境所限制 就是你怎麼皺麻Siri 什麼Siri都笑笑 就是覺得你講的話是素材還真的是素材 然後看看說這個要怎麼樣把你的注意力 導向到有建設性的部分 但這個完全不是城市設計的工作 這個純粹就是文學跟社會科學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像Siri這樣子的 他也不是要取代你 或者要取代任何你的秘書等等的這種AI Service 那我覺得確實是老師們可能在想這件事情 在教學結合的時候可以多想一步的事情 就是他是按照學生實際的需求來觸發他的學習動機 那比較不是說你先學了等你老花眼的時候 可以用得到的那樣子的一種看法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的 有24位朋友們問說 大家可不可以focus在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設計思考到社會實踐上面 或是可以Google的部分 可不可以先做好功課再問 不過剛才唯一能夠靠Google給出答案的 應該是我保養頭髮的那一題 其他的好像都不是給Google給得出答案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社會實踐還滿成功的 不過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看到的都是 大家群眾智慧已經投票浮線上來 二十幾票的那些題目 說不定有很多兩票三票的題目 真的是很糟糕 不過那個你就把它當作正常能量釋放 反正它也沒有投影出來 不要特別放在心上 社會實踐就像剛剛講到的 我們做事實查核 就是要focus在那些R值真的很高的病毒株 變異株上 如果它就是讓你看了很不爽 可是它的R值0.0幾 那個到明天就沒有了 你不用花時間在那個上面 那所以像在Slider這樣的系統也是如此 就是票數不夠高的 你如果看了不爽的話 你滑過去就是了 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在那個上面 好的 那有二四位朋友們問說 聽聞您曾經學習過一些哲學思想 請問哲學是不是有對您的思考方式 或者是生活經歷 產生影響很好的問題 我的哲學的啟蒙應該是我爸 那我爸是從我非常小的時候 他就用他很得意的所謂 蘇格拉底的產婆法 來跟我進行對話 那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絕對不灌輸我任何事情 事實上他只灌輸我一件事情 就是永遠不要讓別人對你灌輸任何事情 好吧 Anyway 非常Meta 那所以從他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要主張任何事情都可以 但是不能用鬧的 那用鬧的就完全沒有任何可能性得到 那所以我就一定要就是講出一個道理來 他最想講的就是 最常講的就是 那好啊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這個國中就載學OK啊 你國小二年級要休學OK啊 那請問有沒有什麼道理 你的道理是什麼 我就會講出一個道理來 那然後他就會用各種蘇格拉底會用的方法 就是你講的非常的武斷啊 真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這樣嗎 我現在可以想到某個情況你要怎麼解釋呢 或者是你剛才的那個立論是這樣子 但是你現在講的好像有點自相矛盾啊 你怎麼解釋呢 等等等等這種方式 那不斷的去刺激我把我的思路就是走的更全面 那到最後就是說 欸 我不管做什麼事情 大概都可以講出一套道理來 而且這一套道理就是已經考慮到 聽我講話的那個人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的價值是接在他所認同的那個價值上面 延伸出來的一個道理 所以是就是比較怎麼講inter subjective 就是比較或為主體的這樣子一種溝通的方式 包含積極聆聽等等的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哲學它並不是幾本書或者是一套思維模式 或者是一個意識形態 對我來講它就好像練習彈鋼琴那樣子的事情 就是一個praxis 就是隨時我在想一件事情 想要做一件事情等等的時候 欸 那我腦裡面的那個蘇格拉底妹 就我爸啦 就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 有點好像是讓我思想的那個文法 不要犯文法上面自相矛盾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也讓我變得比較開闊吧 就是任何時候如果你講出一個道理 我覺得你沒有道理 我一定覺得是我的問題 我一定不覺得是你的問題 我會覺得說那是因為我們的這個視域還沒有融合 我還沒有互為主體的進入你看世界的角度 我應該多搭高鐵到你住的地方附近 理解你所在的地方或者在什麼多元宇宙裡面 就是變成你的身高啊 或什麼你的年代啊之類之類 總有一天我會聽得懂你說的道理吧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praxis嘛 就是哲學它用在就是互相溝通的這個情境裡面 所以我覺得確實啦 就是我常說選每一邊站啊等等的 這樣的一些倫理觀 那大概都是來自於早期這樣子一種 不被灌輸 而且也不讓誰來灌輸誰 什麼dogma就是什麼這個教條啦 的這樣子一種思考方式 好 那有29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以台灣目前的現況來說 還缺少哪些社會實踐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如果就是還是回到永續發展來分析一下的話 我會覺得說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的各個部門的強度是差不多一樣強的 就是我們不會像臨近的一些jurisdiction一樣 就是它會國進民退嘛 那我們的任何時候 任何我們這邊的政策 大概都有一個相同或更高的正當性的社會部門的實踐 在那邊作用 那這個就包含早期的這個合作事業的運動啊 或者是從這個消費合作社到這個各種各樣子的合作社 那到這個我們的很多的charity啊 或者是有社會置業的一些公司啊 這個推廣有機的或者是推廣其他食安的等等 等於是說這17個裡面的每一項 你大概都可以看到社會部門在這裡面 起到非常重要的議題設定權的這個作用 那但是呢為什麼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工作 特別放在第17項 就是因為說在此之前 在不同的社會部門的工作者中間 比較少一些共同的一些詞彙 那去互同有無 就會變成是說你每一個放大了看 就是去做終結貧窮的 做終結飢餓的等等 可能它並不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跟做良好工作經濟成長的 或者跟工業化創新跟基礎建設的 感覺上營利組織 非營利組織 中間這個要叫什麼合作組織 就是每一個好像是自己的一個silo 是一座骨艙 那中間比較少就是互同有無 但是後來我們就想出了一個概念 叫做社會創新 等於是說不管它是哪一種組織型態 它只要去做可以複製到別的sector的事情 一些better practice 那它就叫做社會創新組織 那你的社會創新怎麼證明有公共利益呢 就是永遠去發展目標 那所以就算是剛剛講到 既不是營利也不是非營利的組織 好比像說大學 透過像高教生跟USR的這種標定 那也可以把USR做的每件事情 去標169項之類的 所以像這種新的分類法一出現 等於就是以那個purpose 而不是某個silo 某個組織型態 去進行人跟人之間 已經概念跟概念之間的交流 那這個就又回到說 透過就是reliable data 去做effective partnership 那如果對這個部分有興趣的話 我們社會創新平台 其實有非常多這方面的說明 那有一些就是平常 根本不會覺得說 這個是社會實踐的 natural partner 的這些朋友 那最近也在就是金管輝的 這個循循善由之下 投入了這個ESG投資 那甚至包含像電商平台 或者是大賣場什麼之類 現在發現說我要扣合這些ESG目標 變得很容易 我可以很容易找到這些供應鏈 那所以他們也就是出現所謂 unlikely partnership 就是一邊是動物社會研究會 一邊是家樂福 兩個看起來沒什麼關係的 這樣在一起就可以得我們的社創合作獎 因為他們用體驗式的情境的方式 讓大家理解 飛龍斯雞蛋的議題等等 那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剛好明天開始有三天的社創週年慶 群眾製造 所以就歡迎大家到Gather Town上面 就是二維的元宇宙裡面 就是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就是未來了 可以怎麼樣子把這種各種不同的盈利 非盈利 公家 各種事業體等等的部門 互相橫向串聯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目前最缺少 然後也是最需要的 有二十八位朋友們問說 你好請問政委長期推動開放政府開放資料 社會治理 對於台灣公務部門或者企業的數位轉型 到智慧化的發展 那有沒有什麼看法 還有有沒有什麼願景 這個是好像三天的seminar的題目 要我十分鐘不到回答 非常棒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試著回答一下下 那其實這個願景 我之前在AI學校的年會裡面 用一句話來講 就是叫做 from singularity to plurality 就是從權力的過度的集中的那種想法 就是剛剛講到的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大家都對同一台機器透明的 那樣子的做法 反過來變成是說不是 而是說我們的國家的運作 整個state 要對大家透明 不是大家對國家透明 那而且我們是透過所謂的digital plurality 就是在這個中間發展的任何的創新 都必須要有 complementarity participation mutualism 就是它是跟既有的社會結構互相搭配的 那它是關於誰的事情就有誰的參與的 那以及在這個中間任何貢獻資料的人 他也要能夠去反向的去要求他的資料主體的權利 我舉例 那好比像說我們最近的一個真的是數位轉型的一個例子 就是從去年的這個紙本的實聯制變成今年的這個簡訊實聯制 那這個大家可能都有掃過 那如果沒有掃過其實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絕對沒有去說它是取代掉紙本 任何時候你如果想用紙本 特別是一些老人家 那他用手機就算手動發15碼的簡訊 他都很困難的 我們還是說你就用紙本 而且老人家那邊也有他們的創新 我知道我有很多長輩 他們就刻了那種連續章 連續章就不用特別蓋印尼的印章 然後上面就是他的聯絡的方式 跟他的一個稱為 因為不需要實名 那所以呢他就就是每次就是蓋了章就進去 這個時間比掃QR Code還要快 我們掃QR Code要兩秒 他蓋章就要半秒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不是當初用 complementarity 就是我們補充紙本這邊的不足的方式 而是去用top down hegimony霸權的方式 是說我們取代掉紙本 那我想今天不可能簡訊實驗制 還有比較高的社會正當性 因為確實就是有20%的人 不會下載新的app 有5%到6%的人完全不會使用 這方面的手機的功能 確實是存在的 所以要 complement 那另外一個剛剛講到同樣重要的 就是它要 mutualism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說 我們掃到這個實驗制 但是它最後會有一行 說這個實聯簡訊 僅供防疫使用 那其實在這裡面 我也不是用簡訊的QR Code的發明人 那又是G0BL 兩位誠信網友 我也不是實際實作的 那個是五大電信跟官貿分別實作 我唯一的貢獻就是 僅供防疫使用的這段話 這幾個字是我寫的沒有錯 但是這些是很重要 因為它匡定了這件事情 不會變成像我剛剛講 戴個眼鏡突然跳出廣告的 這樣子的情況 而且它匡定了 如果好比像說 之前有一個法官叫張元森 他寫了一個投書說 他竟然接到一個搜索票 有一個刑警 他在偵辦什麼跨國詐騙的時候 透過什麼通訊監察 收到了這些15碼的實聯制 但是這15碼 他沒有辦法解憶 因為這個解憶 15碼往哪些店家的本 在官貿 不在電信上 所以他這邊攔截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跟官貿調子 官貿當然不給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搜索票 那法官沒有簽 但是他就投書說 如果下一個法官簽了的話 會很慘 因為上面只有寫 僅供防疫使用等於跳票 所以一定要趕快處理 所以他這樣一做 我們立刻就處理 所以我們立刻 就會中心有一個函視說 它不算是通訊監察裡面 那種通訊 因為並沒有一個對方 通訊是你要送一個通訊給別人 但是簡訊十連制是好像便利貼一樣 貼在你的電信商 也沒有醫療人員來看的話 28天之後就死掉了 完全就是不見了 所以他28天就刪掉 跟六個月才刪掉的那種通訊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然後我們又立刻把 就是這個透明報告上線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五大電信 寒台北通 六大電信 目前已經刪除掉27億則的簡訊 每天都刪除掉1400多萬則 但是裡面只有不到一天的量 實際被醫療人員 曾經調出來 罰通知等等去做過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 在最近28天 有哪些縣市編號幾號的 醫療人員調了你的資料的話 你在這邊Key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輸入一個簡訊的OTP 你就可以知道最近28天 到底誰動過你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到的 Mutual accountability 就是多方的互相給出交代 那有了這個 大家就好像在健康存者上面 可以看到你的藥室 你的醫師 開了什麼處方等等 這樣子如果有Data bias 如果有一些就是 我們沒有做好的地方 才能即時有人出現 然後我們才能說 那你行你來 那如果沒有這樣子 一些透明性的事情的話 那就完全談不上數位治理 它就會變成一個top down的 可能是數位極權 先是極中的極 再是極端的極 的這個方式 所以如果真的要講看法 或願景的話 那這個就是 From singularity to polarity 大概就是想法跟願景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有29位朋友們問說 唐鳳有沒有什麼推薦的書籍 我最近看的大概都是電子書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紙本書了 那如果你在 這個是Google可以回答的 你只要找唐鳳推薦 就在看到我最近有推薦的各種各樣子的書 最近的一本好像是就是一個歷史學家寫的 好像叫末日 就是講說這個每一個社會在面對 就是重大挑戰的時候 其實重點不是領導人厲不厲害 而是說這個社會有沒有一種resilience 就是它的系統是很僵化的處理它們已知的一些解決方案 還是其實它是很有彈性的 像在台灣 他就是非常喜歡台灣寫了很多個台灣 說這個當政府還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民間因為有非常豐富的社會部門救災的經驗 救難的經驗等等經驗 立刻就冒出像我剛剛介紹的這些解決方案出來 那這個分散式的智慧才真的是resilience的基礎 所以這個或許可以看一下 但我其實推薦書蠻挑的 所以大家找那個書單大概也不會很長 那但是反正找唐峰推薦 應該可以找得到一些書 好的那又有一個時事題 27位朋友們問說 哈囉校長我知道你在看 我想要告訴你 上一號 學校的勞教議題 AI都有很大的爭議 身為老大四 對於學校已經不抱希望 只希望您能夠顧慮到新生的權利 是一個非常有那種待機的這個 互動公益的這個朋友 還有社科院的廁所真的很老舊 不過呢 AI中心旁邊那一間呢 並沒有很老舊 那一間很棒 好的 那OK 好 那所以這個 我說這個什麼 恰惜茶召轉成 是不是 因為好像不是給我的 OK 那有21位朋友們問說 唐峰政委您好 這個台灣受邀美國的民主峰會 那句文不是只有我了 還有這個美琴大使 會代表台灣出席 那可不可以趁其用腦波 控制其他國家的代表 是 其實我想要在這邊鄭重 澄清一下 就是說去做腦波 控制別人的斑馬魚 那個是博恩 不是我 是他的數字論文 那但是我的工作 我沒有辦法控制別人的腦波 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腦波 我剛剛講到不管是睡滿八小時 專注三十分鐘 番茄中工作法 剛剛講到蘇格拉底 這些訓練等等 那都只是控制我自己腦波的方法 完全不涉及控制別人的腦波 不過我想大家也可能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跟其他人互動的時候 其他人就是完全不聽你說話 然後完全也不回應你 那只有自己想講什麼講什麼 那就算他控制自己腦波能力很強 你的腦波會越來越強 逢強則強 完全不會被他控制 那但是什麼情況下 可以讓別人稍微腦波弱呢 就是不急著說什麼 然後也沒有一定要說什麼 然後先很完整地 從人家的立場 理解到他想要講什麼 然後聽得懂他講什麼 以及他後面的那個價值是怎麼樣 那等到這些都聽懂了 有時候其實你只要講兩三句話 那人家也會覺得說 對 我的思路卡在這邊 他幫我的思路這個開通了 那其實這個就是詮釋 就是interpretation的力量 那這件事情主要是來自於聽 而不是來自於說 所以我是不會有腦波控制 其他國家代表的這個想法 但是我會很認真的去聽 其他108還是109個不同的國家的朋友們 他們現在最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台灣有一些相關的經驗的話 也許我在最後稍微講幾句話說 那我們在台灣使用什麼方式 來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那有20個朋友們問說 面對未來有很多工作 會被AI的科技取代 想請問我們應該要具備 或者是強化怎麼樣子的能力 其實就像剛剛講到的 我們如果把AI 想成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到底有什麼工作被眼鏡取代 對不對 有什麼工作被slido取代 有什麼工作被視訊系統取代 其實事實上是沒有 因為它是augmentative 它是加上我們本來沒有的一些互動方法 而不是說它找某一個特定的工作 然後把它完全換掉 找某一個工作然後完全換掉的 基本上就是那個工作本身 本來就是不假思索就可以做的 就是它的輸入也簡單 輸出的結構也很簡單 任何人來做就只有速度跟量率上面的差別 確實但是這樣子的工作 其實是已經一個高度異化的工作 就是在做的人也覺得自己好像工具人 這樣子的工作 那我們在現代社會還留著的工作 其實很少是這樣子的情況 大部分至少都有一些 剛剛講到傾聽實際的需求 對其價值等等的這些方面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倒不需要特別的擔心 好像是說一定工作會被取代 但是確實工作裡面的一些task 就是一些項目真的可能被取代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要培養一個 不要認同特定的工作項目的 這樣子一種態度 就是說如果你在某個工作項目上面 真的就很厲害 那但是不要覺得說好像我的價值 我的認同放在這個上面 你只要說我有這樣子的經驗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過度認同說 這個你跑步跑得很快 那但是你如果把你的認同全部放在這個上面 那當然就是出現真氣引擎 人家都跑得比你快 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但是如果你有說 我有快速跑步的這種經驗 那這種經驗我跑步的時候 我覺得怎麼怎麼樣 那我這個去辦馬阿松比賽 我去分享跑步的感受 健身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就是主要是關乎你跟其他人中間的關係 只要是主要關乎跟其他人中間的關係 那就是AI沒有辦法取代的部分 所以與其特定的認同 特別是關於技能的認同 那我主要的建議就是說 把它當做各種不同的經驗 經驗是可以累加的 好 那我們時間是不是就到這邊 對 是的 沒錯掌握得非常好 再掌聲鼓勵鼓勵 iles點擊我們身為 對相反 非常感謝他 森尾哈